小亚轩神秘现身经去睽違五年 用这样的方式回归真的让大家又惊又喜 网上刷一片Elva is back 不过有部分网友开始讨论 鼻子有点恐怖 现在的脸完美全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鼻子让我想到汤婆婆 有一半的人在讲鼻子时 还是有理智的人问 这些重要吗 重点是她回来了 Elva is back Elva进场维修的话题在一起 但其实她整形的问题被讨论已经不是一两次 她也曾在直播大方回应过 就是有过微整形啊 演礼结束后 她在脸书公开未化妆的影片 看完网友描动 原来是化妆的关系啊 除了整形话题 有网友质疑她凭什么可以班哥候奖 她完全没拿过 甚至根本没入围过金曲 不过PTT有网友整理了她惊人事迹 不仅跟李文、蔡依林、梁静如、孙燕姿同时期 在当时甚至比这些天后还要红 就连蔡依林都要叫她姐 大赞她跳舞比九令厉害 还说爱的猪大哥前奏出来谁不会啊 敲碗希望Elva赶快出来开演唱会